胡志明这个名字对于我们而言早已耳熟能详 因为他不但是被越南人民亲切地称为胡伯伯的领袖人物 而且还是被毛主席评价为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 其本人更是将中国视为其第二故乡 但就是这样 一个与中国有着深厚友谊的老朋友 却在越南独立后立刻废除了汉字 并且还制定相关的惩罚措施 那么他究竟为何要这么做呢 进入主题之前希望您可以长按点赞两秒并关注一下 给我一个支持 从古至今一些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 有很多日本朝鲜韩国等国都曾为了建立本地独特自主的文化及语言 在国内废除汉字 那么为什么越南的胡志明在国内废除汉字的行为 会比其他国家的行为更令我们无法忽视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胡志明与中华文化及中国之间的渊源非常深 我们无法视而不见 从设施未深的少年成长为越南的主要缔造者 胡志明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越南人民的解放革命事业 而他的革命生涯亦与中国人民的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 胡志明与中国从一开始就注定有着一段不解之缘 他曾用汉字书写过许多文章 其中多次称呼中国为兄弟的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等等 而中越共同孕育出的友谊之花 也在与中国一起团结奋战的革命岁月里绽放得越来越灿烂 要说胡志明对中国的情有多深呢 1969年胡志明重病缠身 自这一年的8月23日晚因病休克后 他便一直昏迷不醒 直到临终前的一天 胡志明缓缓从昏迷中苏醒 他望着身边的工作人员们 嘴唇微微颤动 只说了短短七个字后便再度昏迷过去 所以与世长词 胡志明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不是对家人的叮嘱 也不是对国家未来的担忧 仅是他对中国的情意 他说感谢中国同志们 对于中叶友谊 胡志明曾忠心地写出 《约忠情一生同志家兄弟》的诗句 1963年 他在欢迎我国出访越南的同志时表示 越南人民有着伟大的中国人民 这样的兄弟和战友 感到无限的兴奋与自豪 胡志明对中国的情意 不仅体现在他称中国为兄弟民族 还体现在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胡志明于1890年 出生于越南奕安省南云县的 一个既普通但又有些不普通的家庭 胡志明的家庭是农民出身 但其父在1901年科举考中赋榜 随先后做过教书先生 担任过官职 农民家庭就此转变成一个爱国儒学的家庭 而这也就让胡志明从小就打下扎实的汉学基础 胡志明在父亲的教导下便早就接触了学习汉语 他自己对于中华文化也非常感兴趣 熟读许多汉文诗句 然而胡志明所处的年代并不和平 此时中越两国人民都属于民族危及存亡的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挽救自己的国家 中越的爱国秩序顶着巨大压力冒着枪林待遇 在那风云诡谎的时代 开始寻找一条可走的值得冒险的民族解放之路 这条不满荆棘的道路吸引了正值青春年少 满腔爱国热血的胡志明 他立志要走民族解放事业道路 为国家谋求一个光明的未来 而这个决定也使得他的一生与中国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胡志明15岁那年已经开始参与国内一些爱国人士举办的秘密活动 大多都是为当时的一些爱国汉学家做联络活动 后来胡志明又到法国从事革命活动 在这里与周总理相识 两人在往后岁月中发展成了革命战友 后来胡志明回到越南 在中越边境进行革命活动 在这里胡志明以及其他越南革命者 与中国编民在日复一日相处中 建立起深厚的革命情谊 在此期间 我国编民极力帮助越南进行革命 为越南革命者提供食宿交通联络等 不仅如此 我国编民还身体另行地帮助越南从事具体的革命活动 比如帮他们传递情报 在这些患难与共的日子里 胡志明深受感动 与我国当地的十三位编民结败成兄弟 为越在之后日子里风雨同舟 同甘共苦 随着抗日战争爆发 胡志明在越南发表多篇文章 表达了他对中越两国在抗日战争问题上的一致性 他对我国抗日战争不仅仅只是认同与支持 还认为这场战争是与越南的解放运动修期相关的大事 同时胡志明呼吁越南人民帮助我国抗战 正是因为他有着与我国人民感同身受的情感 使得他与我国的许多领导人都成了志同道合 惺惺相惜的革命同志 在革命纽带下 胡志明和毛主席周总理等人等我国领导人的交往非常密切 见面时也基本上是用汉语直接交流 胡志明的汉语水平之高 曾让我国许多外交人员都印象深刻 1964年11月 我国代表团出访越南 胡志明亲自接见代表团的全体成员 当时跟随代表团出访越南的外交翻译官 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 又是第一次见到胡志明 在不清楚胡志明汉语水平情况下 内心不眠有些紧张与坎坷 非常担心自己能否很好的完成翻译工作 然而等到胡志明与中国代表团开始交谈时 他发现自己的担忧纯属是多余了 胡志明谈话全程几乎讲的都是汉语 一字一句非常标准 只有略带一些广东语调并不影响沟通 除此之外 胡志明在多年中华文化熏陶下 非常喜欢也很善语用汉字写诗 在抗法战争期间 由于法军来势汹汹 越军很快无力抵抗 节节后退 为了力挽狂澜 胡志明于1950年初秘密前往中国 请求我国施以援手 等他来到我国后 在广西南宁 见到彼时就任西南军区副司令的成庚大将 胡志明二十多年前 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时 便与同在黄浦军校一期学习的成庚相识 两人培养出深厚的情意 时隔多年老友相见 胡志明分外激动 当即就作诗一首 并用汉字书写出来 诗句内容为 当年御军一青年 如心统兵握帅犬 雄兵百万兮听命 捍卫革命 故颠边 这一字一句 毫不掩饰胡志明对成庚大将的敬佩之情 胡志明对中国古诗的研究 可谓是超越感兴趣的节点 他经常借用唐诗中的一些诗句 稍微在原句中加以改动 借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 1950年9月 越南发起打通中越边境的边界战役 但越军势单力薄 面对装备先进的敌军 有些力不从心 于是便请求我方帮助 在收到越南请求后 我国派成庚大将前往越南 对越军进行战术培训 参与到战役的组织与指挥当中去 在我国特别使成庚大将帮助下 这场边界战役最终 以越南的胜利告终 越南人民军从此掌握越北战场的主动权 越中边境地区完全解放 抗法战争也因此战 从最初的被动防御 转入主动进攻的新阶段 战货胡志明为了感谢成庚大将 专门派人给成庚大将送去几瓶 从法军手中缴获的法国香槟酒 并且还附带一封清笔书写的信件 成庚大将打开信件一看 上面的文字是熟悉的汉字 而非越南文 并且其内容还是一首古诗 唐朝王汉的梁州词 不过胡志明所写这首诗 跟原作有所不同 是他加以改造形成的 全文是 香槟美酒 夜光杯 御饮琵琶 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敌人修访 一人回 以上种种 既能看出胡志明 与中国之间的情谊 以及他对中华文化的喜爱程度 那么他究竟为何 会在越南独立后 首先就废除汉字呢 其实 这其中原因也很简单 为了建立本地独特自主的 国族认同 文化 及语言 而这一点 就要从法国殖民越南时期 开始说起 越南和中国山水相连 自古便有着密切关系 从几千年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还处于原始 落后状态的南越 也被平定 秦始皇在这里 设置南海 桂林 象郡 其中象郡就包括 现在的南越北部和中部 虽然到九三九年 越南自立成国 但它基本上 还是依附于我国 按时上贡 已换取大国庇佑 也正是在这段漫长岁月中 汉字 随着中原生产技术 和礼仪文化 开始传入越南一带 到了唐王朝 我国文化教育 广泛传播到越南 并且还网罗 越南地区的人才 到长安 来入朝做官 后来 随着科举制度的盛行 作为附属国的越南 在文化制度等方面 都与我国相近 当地还出现一批 精通汉字的 儒生和士大夫 他们成为 传播汉字的积极力量 很快 越南经济 文化得到很大提升 汉字的试用范围 也从局限于士大夫阶层 逐渐扩大到越南民间 成为越南人 普遍使用的文字 这一情况 持续千年之久 直到19世纪下半叶 法国入侵越南 使得越南历史 发生了根本转折 汉字在越南 也从胜转衰 在法军进攻下 越南的封建制度 以及千年来 以汉学为基础 建立起的传统文化体系 开始不断被瓦解 汉学在越南地位 一落千丈 在法国殖民侵略阶段 因为具有影响力的 爱国志士吴德纪 曾公开宣称 越南国千年以来 学习的是汉学 我们的国文就是汉文 虽然江山朝代 几经变异 威胁变乱多次 但正学不衰 法国在征服越南过程中 清楚地感受到了 越南人以汉学为基础 顽强抵抗的民族精神 为了尽快控制越南 法国决定 从精神和文化方面入手 他们明白 要想彻底征服越南 就必须要让越南脱离 中华文化影响 于是 法国成功占领越南后 它便在各个领域 进行巩固 其中 最基础的巩固方针面是 限制汉学 在越南发展 直到彻底根除汉学 在越南的影响 到了二世设计初 汉学 渐渐淡出 越南人民的视野 学校里 不再教孩子们 学习汉学 而是自上而下的 在法国人要求下 学习以 拉丁字母 为基础的 新文字 国语字 虽然国语字很简单 只用十几天 就能学会 但在1945年 8月革命前 90%以上的 越南人 基本上 还是文盲 而他们 对汉字熟知程度 也早已淡化 后来 越南经过 长期革命解放运动 终于宣布独立 国内使用 哪种文字 成为一个问题 越南从知名到独立 已经过去 差不多100年 如果此时 再重新在国内 推行汉字 难度非常大 并且越南 由于长期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许多国民 都没有机会 接受教育 这就导致 国民文化程度不高 其中 大多部分人 都还是目不实钉的文盲 要是在全国内 普及汉字 这将是一项 异常艰难的工作 对早出文盲 也很不利 对于刚刚才成立 还未完全 稳定下来的 越南而言 非常危险 因此 胡志明 选择废除汉字 把简单易学的国语字 作为越南的官邦文字 然而 尴尬事情发生了 要知道越南 有好长一段时间 使用的都是汉字 因此 越南史书内容 基本上 也都是用汉字撰写 但既然决定 要废除汉字 这些问题 便不成问题 于是在越南独立后 胡志明很快就颁布 废除汉字法令 并且还制定相关惩罚措施 他对国民作出要求 在一年内 全国八岁以上民众 必须会读 会写 国语字 如果一年之后 有些人还没有所成效 那么将要缴纳罚款 总而言之 胡志明这么做 也是出于本国利益考虑 即便他与中国关系 再怎么友好 也逃不过一句话 国与国之间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而完成统一后的越南 也完美诠释这句话 此后翻脸无情 多次挑衅我国 只不过越南此番忘恩负义举动 也注定最终会自食其果 不过越南此番忘恩负义举动 不过越南此番忘恩负义举动 所以你 similarities